你知道花其實是性器官嗎 蛤 海域也是以前的人很喜歡把它說成是一個 性器官 包含他們在拍攝一些 有一點性暗式的圖像的時候 他們會很喜歡用海域 你要不就直接用海域出發 要 我要用海域 決定要用 那我想問一下我可以用我這個花跟你換LINE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 Amber 大家看我今天穿的這樣子 氣質又優雅 還有後面這個夢幻的場景 我今天就是要來體驗一日花藝師 相信各位漂亮的女生 應該都曾經想像過 自己每天穿的漂漂亮亮的 在店裡面一邊整理鮮花 然後非常的優雅 是花店的老闆娘對吧 所以呢 我們今天來到了浪花花藝 要來拜師學藝一下 那我們話不多說 Let's go 哈囉 艾玲 嗨 嗨 我是今天要跟你拜師學藝的 Amber 妳好 妳今天要來當一日花藝師體驗對不對 沒錯 沒錯 妳平常都穿這種漂亮出門嗎 我今天有特別打扮一下 就是要有氣質一點 不然我平常玩嘻哈的 但妳知道花藝師其實是苦工嗎 真的嗎 我剛剛是為了妳才穿上這件的 所以原本應該 我等一下可以脫掉嗎 那因為我們通常去到婚禮會場 我們都要爬梯子 啊 這樣子 然後搬花 然後那倒水桶 然後還要不能怕蟲 再加上妳要在外面會場爬很高的時候 妳是不可能穿這樣的 常常大家心裡面想的就是 很漂亮 我想的太美好了 我平常漂亮的只有拍攝打樣的那一天 對 等一下會有一個花藝師來教妳體驗一下 所有的花藝師一日 OK 準備開始 好 花藝一進來我們就是要先做整理 整理 對 所以我今天要先教妳整理這個玫瑰 玫瑰 對 首先這個是除刺器 除刺器 對 基本上會把會泡到水的部分 刺全部除掉 因為在水面下是不行有葉子 它泡酒就會爛 輕輕的把妳的這個夾子拿反了 喔 拿反了啦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有障礙 等一下 我連拿這個都有障礙 是 膜子在這嗎 對 妳這樣子沒錯 然後其實是有一點一氣呵成的那種概念 把它拉掉 這樣嗎 對 怎麼下不去 再用一點力 好好 對 然後不要夾太緊 因為你看夾緊它就會 喔 喔 就會被我刮壞耶 它的纖維 對 啊啊啊啊啊 沒事 沒事 我這樣看起來很勇工耶 所以 好 然後像我們花式買回來的花材 盡可能的不要去把它剪太短 因為有時候妳可能會擦比較大型的作品 你剪太短它就只能包小花束或擦小的花 好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放到花瓶裡面 好 對 這樣就可以 因為妳不要讓它的葉子是悶在 悶在 悶在有水的地方 好 接下來我們還要做換水 基本上每天進來的工作 最基本的工作就是 基本的工作 從換水開始 對 那我們等一下先把 這邊先洗起來 先洗一洗 對 一開始我們會先用水把它沖一沖 好 那妳就先把它沖一沖 好 好 OK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要把花剪好斜角之後 妳就把它放到瓶子裡面 所以我等一下就剪斜角 對對對 好 小心一點 這個瓶子打破會受傷 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進行剪角 剪角 那它的剪角就跟剛剛玫瑰一樣 它也是需要剪斜的 那基本上換水的工作就結束 好 所以我們一整天主要就是 早上花進來之後 就趕快讓它吃水整理完 我們下午還有其他 永生花的訂單要做 好 對 我要來製作永生花 對 那想問一下碗蒸 其實我一直有個疑問 就是永生花跟乾燥花 到底差在哪裡 永生花跟乾燥花的問題 很多人都有問過 那永生花其實是鮮花 它先急速冷凍之後 它被抽水 把它的水分抽出來之後 再塞入保鮮劑跟重新上色 所以它可以做出非常多不一樣的顏色 至於乾燥花的部分就是 它也是鮮花 它經過一些時間之後慢慢枯萎 然後我們會做一些倒掉的處理 有些人會做烘乾 對讓它完全沒有水分 那它跟永生花的差別在於 它會比較堅硬 然後容易碎裂或瘋化 永生花是比較有一種潤澤的感覺 顏色也都是比較豐盈 因為是人去把它染上去的 染上去 對所以它的顏色選擇會比乾燥來的多 對那兩種材料的感覺也不一樣 永生花就會比較好像還活著 好像還活著 對我們也會戲稱它是花的木乃伊 花的木乃伊 對等於它被處理過 美其名是永生花 但是它其實大概三到五年 三到五年 就是極限 那對著永生花有點初步的了解之後呢 我們等一下要來做什麼呢 我們在設計的過程 我們會有一個煮花跟一些配材 那煮花就是永生花 配材因為基本上可以取得各種形式的配材 都是以乾燥花才為主 所以通常都是永生花搭配乾燥花 乾燥花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要做很多的乾燥配材 好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應該不會很難吧 不難但也不簡單 不難也不簡單 好 那我今天幫你準備了一些乾燥的配材 好 那我們基本上我們在做永生花的配材 都是會先拿到它的圓形 然後我們就把它先剝下來 剝成我們要用的量 好 然後我們會搭配這個鐵絲 鐵絲 對我們這次用的是26號鐵絲 26號鐵絲它是比較細 這樣 對壓著 壓著 OK那你可以讓它再緊一點 再緊一點 以上比較好讓 好 好那你這邊固定住之後 來手去纏 這樣 對繞三圈 好難喔 我剛剛真的就纏不好 等一下 我連拿這個都有障礙 哎呦有啦 有一點上手 有 照到那個美膏 好 我們等一下就把這些都做一做 好不好 好 哇我剛剛做這麼久喔 我才轉了這幾隻 對其實還是蠻不足夠的 哈哈哈哈 好那我要繼續努力 好 好 很不好轉對不對 一直聽到那個 卡卡卡的聲音 就是又被我折斷了一個葉子 經過剛剛一陣手忙腳亂的過程呢 我做好了 欸漂亮吧 好啦沒有啦 我剛剛花那麼多時間 我才做了這些東西 還有這個小配材 還有 沒了 好沒關係 這永生花真的是一個 比較複雜的那個工作 但這也是每天花一絲 一定會做的事情 對 那我們等一下還有一個 小挑戰要做 那我們就到這邊囉 阿明我跟你說 我等一下有一個挑戰 我要用鮮花呢 就是去街上跟帥哥換來 那你喜歡對象長怎麼樣 我喜歡的對象要高 皮膚要好 然後偏白 我喜歡偏白 你知道為什麼要問嗎 因為浪花的優勢是 我們在幫大家製作花禮的時候 我們會是看一下你的樣貌是什麼樣子 那既然我們還不知道你的這個帥哥的樣貌 到底是什麼樣子 但我們直接沖一點好不好 好可以 你知道花是什麼意思嗎 花朵 花朵 你知道花其實是性器官嗎 蛤 性器官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好你看這麼漂亮的花 其實他們就是為了 招引一些動物 譬如說昆蟲 然後去幫他們做傳粉的動作 花的陰謀就是要讓你拿著它到處去 你就可以幫它傳粉 原來是這樣 而且我跟你講 我今天有一個最適合的 什麼 海域 沒錯 現在除了是海域的產季之外呢 其實海域也是 以前的人很喜歡把它說成是一個 性器官 包含他們在拍攝一些 有一點性暗式的圖像的時候 他們會很喜歡用海域 你要不就直接用海域出發 要我要用海域 絕對要有 真的 這是一個人親的觀點 確定你們的 沒事沒事我們可以 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 要換到帥哥的藍色 對 因為粉絲受得了嗎 我覺得OK的 好那我們今天就用海域當主花 好 然後去配一下我們其他的花材 因為給男生嘛 我們可能就走比較清清淡淡的 不要太粉嫩的顏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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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剛剛已經挑完了今天要使用的花材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OK 為了你的 天菜帥哥 通常我們抓花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事情 叫做螺旋花角 然後呢我們在抓花的時候 我們會先把中間比較有份量的做為一個主軸 然後放在你的虎口這邊 接下來你就左上右下的加花 左上右下 就是全部都是順同一個方向去加花 然後葉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先整理一些 那你可能會問我說 蛤那我要加這邊的花的時候怎麼辦 你就要這樣子把它旋轉過來 然後這邊是不是就可以再加花了 那你再把它放上去 去做一個左上右下 全部都是順向的 最後你每一隻花 它才會跟每一隻花都有摩擦點 它才不會你綁的時候 它就很容易鬆掉 那抓花還有一個重要的點是 基本上你花是四面可觀的 所以你這邊要有人在看你 這邊要有人在看你 這邊少一個人在看你 那你就要把花加上去 有沒有 再來抓花術還有一個要點就是 我希望每一隻花的高低都不太一樣 那每一隻的高高低低有層次有起伏 這樣子你就可以做出一束花束 大概基本上是這樣 好 我看你做我幫你 哇 好我要來挑戰了 所以我是用這隻手拿 嗯左邊 要用左邊拿 對你是左片子嘛 那你就是右上 左下 對 然後不用握得太緊 不然花容易斷 OK 好 再來 加一隻玫瑰吧 加一隻玫瑰 對了加花的時候有一個小技巧 可以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今天去花室你想要自己配花呢 嗯 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就選擇筷狀線條 石斧欄是空間型 空間型 因為它有長有高有寬 它比較是一個可以填補一個空間的 好 學起來 是學起來 所以你這樣子等於是你有空間空間 那我們現在就來加個筷狀 好 右上左下 右上左下 插進去你的虎口 然後把你的高度抓出來 對 真的不簡單耶 天啊 然後再來我們可以來一個線條 線條 旋轉 然後 加花 加花 好 這個背後再加個空間 一樣右上左下 對 好 這是我的那個 今天的重點 對 對 代表愛情 代表性器官 代表父親 偏掉了是不是 對不起 然後我們可以再加一點線條 線條 如果你抓花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空間一個線一個塊 今天它就會拼起來就會很漂亮 然後記得隨時要旋轉 好 快透的 在矮矮的地方 然後矮矮的地方 葉子就要記得除掉一些 那 想問一下艾琳有沒有遇過客人的要求 讓你印象很深刻 嗯 我覺得 我們比較特殊的是 因為我們有做一些永生化的種罩 然後那時候就有一個朋友 他的寵物過世了 對 那他就是想要保留那個骨灰 但他不想要用在一般的骨灰潭裡面 然後我們就把骨灰放在那個小小的那種 扭蛋的球裡面 嗯 然後那扭蛋的球裡面 我們就要噴漆成 像是他的寵物寶貝的毛色的顏色 嗯 然後把它放到永生花的那個花棕罩裡面 哇 對 所以就等於是你的那個花棕罩 其實就像是你的寶貝的骨灰潭 但就是啪啪亮亮這樣 好用心喔 對啊 然後也希望給他一個家 讓你的寵物好像陪在你身邊 他們做成一個永生花棕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就是床頭邊啊 或者是展示櫃上面 真的很有意義的一個 對阿 然後我們可以也還蠻開心的 嗯 啊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浪花這個名字 我也覺得很喜歡 嗯嗯嗯嗯 為什麼會取這個名字 因為其實我會開花店 是因為我在演藝圈就是有點 呆不下去 好 因為憂鬱症很嚴重 然後可能那時候對於一些 嗯 新聞事件比較難以釋懷那時候 嗯嗯 然後呢我就決定要離開演藝圈 然後離開演藝圈的時候 就要不知道幹嘛 然後後來我就有遇到了我的恩師 嗯 然後他就是一個插花老師 他就問我說 你一個人在家那麼無聊 然後都沒有工作 那你要不要來跟我學花 嗯 後來我就發現我第一堂課 我就像你一樣這樣子琢磨琢磨琢磨 嗯 然後六個小時就過去 然後我就發現 我已經很久很久很久沒有六個小時完全 沒有去想說 我到底活在這個世界上幹嘛 我到底為什麼 今天怎麼還沒過完 嗯 所以其實浪花它的第一層的含義是 我浪費了很多的時間在花裡頭 哦 原來是這樣 也是這樣子的 嗯 這是第一層的含義 另外一個就是潛水 因為我很喜歡去海邊 那我也很喜歡浪花 所以最後我就把這兩個東西 結合在一起 然後它變成我的花點 我起雞皮疙瘩 太有意義了 對 所以我其實就是 靠著這些植物去幫我療癒 然後我現在其實整體 整個人也都好非常多 然後也很少有去想到以前的一些事情 越來越喜歡花了 你不錯喔 不錯嗎 這個不錯嗎 你放你放 好我放 有螺旋花腳你不用擔心 哇 它是不會化掉的 太棒了 很美耶 我是不是有天分 你有嗎 隨便聊聊你就弄好啦 真的 你覺得這樣天菜帥哥會跟我換來嗎 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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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到剪花腳的步驟 因為這些很長嘛 你要綁成一個花束 然後記得要剪斜腳 你剛剛整體花才學到的斜腳 所以其實這整體來說我們這樣子就很漂亮了 很美很美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像這樣子的麻繩 然後把它綁起來 好麻繩的小技巧呢就是 我剛剛有說手握點就是綁點 所以我們會綁在你握住的這個地方 然後用勾出你的小妞妞 把你的線這樣子對折 讓它更有份量一點點 然後這個線你就可以繞往上丟 然後讓它去在你的手握點這邊 然後後面你再把你的線抓回來 然後小心一下你的花跟葉 然後拉緊 然後丟第二層 總共要三層 三層 你的線不要疊在一起 線不要疊在一起 就是第一層在中間 第二層在上面 第三層在下面 下面 對這樣它就會平均濕力 你的花才不會說變形 然後把你剛剛的這個小妞妞的這個勾勾 跟你剩下的線打成一個結 打成一個結 就好了 我來試試 我已經幫你摺好了 好 伸出你的小妞妞 伸出我的小妞妞 勾起來 往前丟 往前丟 然後不要弄到葉子 好 手握點不可以有花 好拉緊 拉緊 打一個結 是不是不難 不難 因為通常我們在送女生的話 我們會加一些斷帶 嗯 然後或者是 我們會加一些 很fancy的包裝紙 嗯 但我會覺得這樣 一把花拿給男生 是不是男生比較喜歡 如果你包成那種很浪漫的風格 這不會太虛化 對 其實啊這個也是做新娘捧花的技巧 嗯 你看不是很多人結婚就是會這樣 嗯 你會做新娘捧花咧 對 以後那個結婚捧花自己做 好好 這樣子就完成你今天的花束囉 漂亮 欸好美耶 我真的好像是蠻有甜粉的 有了這束花 我覺得我等一下應該 無往不利 對 成功機率應該滿大的 祝你成功 去尋找一下我的天菜帥哥 哇 用這束花 希望可以一次就成功喔 好緊張喔 我剛在那邊看到一個好像還不錯 去問他 好 哈囉 你好 打擾你一下 是 就這個花呢 是我剛剛去花藝店做的花 然後想先問一下你覺得 花漂亮還是我漂亮 很漂亮 謝謝 好 那我想問一下我可以用我這個花 給你換Line嗎 好可以喔 可以嗎 好太棒了 那我拿個手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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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我居然一次就成功用了花束換到帥哥的Line 真的是太幸運了 耶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那個花藝師體驗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那如果有想要看我體驗什麼其他的職業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下次見唷 掰掰